子凌开麦 当传统跟现代碰撞在一起 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就是要来看看 这个Podcast数位播客 也用来宣导台语文的学习 那么我们最近这几年 就是Podcast这样的一个新媒体 自媒体数位播客 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的蓬勃发展 跟我们的生活也紧密的结合 而播客的节目的类型 更是五花八门 有畅谈时事的 分享股市投资经验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 就是一个使用Podcast 来推广在地母语的频道 我们来欢迎的是 台中市的朝阳科技大学团队 传播艺术系的助理教授 马力军老师 还有大三的学生 周伟哲还有戴义威 那现在我们就先请马老师 跟大家来问候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的 助理教授马力军 那另外还有我们两位 大家在荧幕上看到的是 我们大三的学生周伟哲 还有戴义威 那我们这个小组呢 就是今年八月的时候 有收到就是彰化生活美学馆 他们一个推广在地母语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活动 那总共有40个团队 那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团队 那时候我们接到这个案子 就在想说 推广在地母语是会发现 我们现在的大学生都很普遍存在一个现象 就是说有蛮多大学生 其实是不太知道我们的母语 甚至也不会用 也许有些同学会听得懂 但是说的话就不是很流利 那当然我们今天 我们的主持人韦哲 算是在我们这个大学生里的 这个台语甚至佼佼者 待会会请他展示一下 好 那我们就在想说 那推广在地的母语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不是传统的很可能教大家哪个单词怎么念 或者哪句话怎么讲 我个人的感觉语言应该是要跟生活是融会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现在的年轻人 年轻族群其实他们已经使用新媒体算是非常的普遍 更不要说这两年 从2020年开始 这个Packets在台湾就非常的夯 那年轻族群也是最大的一个收听族群 所以我刚好在朝阳科大传播艺术系这里 担任的也是跟新媒体相关的课程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不是把这个在地母语的推广 可以跟Packets做一个结合 那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参与主持访谈的大学生 可以懂得去使用台语 了解台语之美 另外我们就结合他们必须去做一些在地的服务学习 然后走入社区 透过去跟一些社区的长辈的一个访谈的经验 也了解一些长辈们他们对于这个社区发展 不管是产业的变化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心路故事 也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更了解深入了解社区的一个机会 当然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Packets的节目 更有的意义就是说因为这些长辈都是70岁以上的 所以他们只会使用台语 所以就变成同学们在进行这个企划案的时候 他们都要尽可能的要用全台语的方式去做沟通跟交流 然后让这些长者访谈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其实也是一个口述历史的一个积累 然后我们为他们的节目也成立了一个Packets的一个专业 专门的频道 让他们的这个访谈的内容可以呈现在上面 所以整体来说我们是很希望让在地母语的推广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式的一个推广 比方说公开的发表会 或者是单字单音的介绍 而是说我们就是跟新媒体做一个结合 然后让更多也许不只是年轻人 就不同年龄层的人也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好那这一次的这个节目就是运用新媒体Packets 然后让这个75岁以上的这一些长者们 用台语来做这样节目的分享 你们大概访问了几位长者 然后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些过程经历 我们就是总共有做了 这次大概计划案做了三集 主要是时间上比较紧促嘛 是差不多八月多开始 然后我们十月二十一号 在那个彰化的生活美学馆 他们就举办那个在地母语的一个艺术节的一个活动 会有闯关游戏 好然后所以我们访问了大概有三组 那总共四位长辈 那分别是83岁的林曾峰老先生 那因为他对同龄地区 雾峰同龄地区也就是朝阳附近的社区 他的一个产业的变化非常的熟悉 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附近之前 现在是盛产这个荔枝跟龙眼 这个同龄是台湾龙眼盛产的一个 很著名很代表的地方 然后之前也种过香蕉 甚至种过凤梨 好另外还有树鼠 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产物 那透过老人家的口述历史 才让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的附近曾经有这么多 有趣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化 然后第二组呢 是生活很精彩的老人家 是75岁的这个萧火旺 还有张岳英夫妻 他们是一个夫妻党 那当然他们也是靠山吃山 也是从事这个果树的一个栽种 但是呢 这位老人家呢 在年轻的时候呢 就组了一个乐队 然后年老的时候 还甚至跟这个妻子还去拍这个婚纱照 也是很有趣的 那最后一位呢 也是75岁的这个苏老先生 那他是只有国小毕业 可是呢 他却出国去当祭师 好那这个学生们在访谈的时候也 就是从这边也发现说 原来我们觉得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也许感觉好像就是比较一般性的老人家 但没想到他们生活也可以过得这么精彩 然后也让我们更了解了我们社区附近居然有这些产业的变化 然后还有不同的生活样貌 是蛮蛮有趣的一次经验 是 好那在这边又请马老师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同学们在录制节目的画面 对不对 其实呢 我们讲到说来 马老师您可以准备一下 就是我们在想说现在年轻的这个世代呀 会不会台语其实都不太好 不太溜 不太练 但是呢 就是两位同学就来做这样的一个台语节目的主持 那这边就请马老师也来分享一下 有他们在主持的时候把它录下来的画面 对对对 是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们节目不只是做声音的节目 我们甚至还把它影像化 但是我们原来是以声音媒体为主嘛 所以那影像化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些录音拍的照片 当然有一小段的录影 是片头的部分 那待会我们就分享节目 但不过我这边要更正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主持人 其实我们的团队是有三个人 是有三位 那其中一位这个女 阿哲是其中一位主持 另外一位主持刚好今天家里有事 就没有能够参与 然后一位的话他其实是 幕后 对就是帮忙做一些协调后制的部分 那我现在就来分享 叫过来 叫过来 朝阳叫过来 啊 叫过来是要看什么 当然是要看在地的风景 听故事 博台语啊 这样 家众朋友啊 朝阳叫过来 家众朋友啊 欢迎大家收听朝阳叫过来 我是你的主持人阿哲 我是佳佳 佳佳 佳佳 不只是我说话 你听话的沟通说话而已 台语也是我们的文化 像我们朝阳科技台课所在的 台中无风 最近有一个同龄社区 现在有很多人影啊 奶昭啊 但是以前还在争 是香蕉 翁来 还有叔叔 你可以知道叔叔的东西要怎么说 我当然是不知道啊 不让你知道 手机的东西是叫做手机 以前啊 手机是有点似的 现在还在做骨头呢 不 你怎么知道那两个啊 真的是破书哦 不啦 我想到老师去试误 听到里面那种传绘在讲过 实在是很有趣的 所以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林真峰老先生 林真峰老先生 他今年是八十三岁 他对我们目前的那种传统 是非常了解 所以他说过就可以知道 我们在地的发展的故事 可以顺势认识台语哦 我知道 这叫做 一天第五 梦来的梦洗口 嗯 你这句话说得不错 送到来的听众朋友啊 我们就来收听 朝阳祝来的在地的故事哦 那我们刚刚呢看到的这个分享的影片里面 我觉得就是主持人周伟哲 阿哲以这个年轻的学生来讲 其实台语真的不错 那可不可以请韦哲跟大家来问候一下 然后呢 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呢 OK 好 大家好 我是这次的主持人周伟哲 嗯 好 韦哲你听起来这个台语 那个语调啊 一些咬音啊 或是讲的这个语词 好像还真的是在这个年纪来讲蛮厉害 也算蛮标准的 你是不是有从长辈那边有学到一些 其实你也不太会的一些台语呢 是 我觉得我的台语没有到非常好 可能是因为家里面从小就是说 我爸妈都会想跟我讲台语 然后跟阿公阿妈相处都用到台语 所以多多少少啦 然后就会 至少日常的沟通来说不会到太差这样 嗯 好 那你有学到哪一些 你以前可能不会的台语 像你刚刚讲有手机对不对 哦 是是 真的 这个我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还有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太会念的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有身兼肚子 他说是好丁尖 共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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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我很喜欢这些台语的书宴 对 这个东西也是我这次才学到的 对 嗯哼哼哼 好 那像 在雾峰地区有一些猫头鹰 那考考你的猫头鹰台语叫什么呢 啊 这个叫做鸟桃叫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是叫做鸟桃叫还是暗公叫 所以我对这个 嗯嗯嗯对 哦 对 以前我们叫 我们这边就叫暗公叫啦 对 马老师呢你的 地区上还是 嗯 马老师 嗨 对 因为我们这次是 猫头鹰 你们那边是叫什么呢 嗯 是叫鸟桃叫 哦 真的 所以有可能是台 那个台中部地区 跟南部地区 叫帽头鹰 跟那个肥皂 肥皂好像北部版叫 Dekko 然后南部版叫 Sabon 还是我讲错了 Dekko 其实是另外那个 就是以前的那种植物做的啦 对 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称呼 但其实指的就是同样的意思 这样子 Sabon 好像是外来语的意思 嗯 对不对 你说什么 Sabon 就是一样讲肥皂 有人叫Sabon 是这样讲的 我发音不错 有有有有 南部是这么说的 对啊对啊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嘿 那所以要请韦哲 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对于台语语言学习的一些看法 还有这一次的这个节目参与的 一些心得感想 嘿 我其实觉得说 台语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害怕去使用它 尤其是因为我的 嗯 我们常常可能会 讲的不是那种标准 然后就会没有自信 不敢去用 但是我其实在我们家里面就是 很常会问我妈一些 正确的反应像是 咖北顺 还是什么咖北顺 反正就是那些很细微的东西 但其实我们家给我的 反应都是说 你不用在意那么多 只要人家听得懂就好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沟通工具而已 所以你只要讲人家听得懂 我们不要太拘泥说 一定要念很正确 一定要念很标准 以日常共同来说 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 是 好 那谢谢韦哲 我们要请这个义薇喔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义薇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戴义薇 是 你在讲台语吗 好 那义薇你做这些播客节目的时候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是在讲主题吗 如果是讲主题的话 我是在旁边听的时候 我对小火旺夫妇这些 这个主题还蛮有兴趣的 因为很印象深刻 是因为我阿公 在生前的时候 他也很喜欢吹萨克斯风 然后他跟我阿婆就是 他们也算是我们社区里面的 一对很会谈乐器的夫妇 然后因为我爸是社区理事长 所以也会说就是在之前的时候 会去办一些就是老人家的一些 就是长辈的一些活动 所以听到说他们很热衷于一个活动 然后去执行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感动 因为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 有时候想要做一件事情 可能都会顾虑太多的时候 就会好像没有办法去做 然后可是他像他们可能没有想这么多 但是就是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去外面看看 然后去走走 而且到他们六十七十岁这样子 还愿意去外面表演 四处表演我觉得超棒的 就是我希望我爸妈以后 到这五年纪也可以去外面继续表演 就是不要说都是关在家里面 因为我们对老人 对长辈的印象就是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只喜欢待在家里 可能小孩子带他们出去 他们才会觉得要出去走走 我觉得主要是你要会规划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听到他们这样子可以 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很棒 对 嗯 是 好 我先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韦哲刚刚讲的 就是说 其实语言的东西是一个沟通工具 所以如果我们生活上常常用 你自然而然就词汇就会丰富 对 所以刚刚韦哲也讲说 像因为他在家里可能父母亲日常 可能他们在沟通的时候就是用台语在沟通 所以他就是可以很快的接上 那现在其实蛮普遍的是大学里的学生蛮多 就是在家里可能父母亲讲台语 他是用国语去回答 就是还能够用台语来对谈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做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话 先从听 那听的话如果只是很单调的语言教学 对大学生来讲应该是很无聊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就加入一些在地的一些人物的这样的内容 就是听故事 那你从这片中心里面 你可以知道说同龄地区有很多的这个猫头鹰 然后就知道原来叫喵桃叫 或者是刚刚讲的叫暗公叫 你才会知道 其实在动物里面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说 原来那个果子梨叫龟姬 然后春山甲叫拉莉 我觉得完全猜不到你知道 因为你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从文字去直接翻译 那就会十万八千里这样子 我这边还听说有一种猫头鹰 以前人家叫猫神啊 对对对可能就是有些人对那个会觉得 他好像是跟 听起来有点可怕 因为晚上的时候突然在那边怪叫怪叫这样 对妖怪联在一起 穿着腹尾的 对 但是它是我们生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维系平衡的一个角色啦 因为它吃一些虫子啊鸟啊小小型的鸟类啊老鼠啊甚至蛇 所以它也是维护我们的生态平衡 然后你的环境因为干净它就比较能够存活 因为如果农药用多了那些小动物啊 它的食物是吃了农药的那它就容易没有办法生存 对这边是我们需要去 嗯 关心的这个内容 对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也要分享一个有声书 也是你们这一次工作的一个成果 那可不可以请马老师也准备一下呢 分享这个有声书的画面 对对对对 好那这个有声书我们先讲一下 就是基本上这个有声书呢原则上是 我们也是这一次的这个在地母语的艺术节的一个企划 那刚好是我们隔壁的这个同龄社区啊 他们有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啊 因为他们就为了保护同龄地区很有名的 呃猫头鹰叫灵脚销 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咕咕守护队 就是会去寻守 那这个鸟很特别就是说它不会自己竹窝 所以它是用现成的树洞来竹窝 那后来因为这个树 因为人的这个居住环境的关系 树被砍的比较多 所以它就失去了一个呃这个富裕的环境 所以当地人为了想要让这个猫头鹰啊 再繁衍过来保育类的动物嘛 所以他们就去制作这个潮箱 挂在这个这个附近社区的树上 那果真有猫头鹰去富裕哦 所以呃后来呢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写成了一本呃小朋友也可以读的绘本 好很有意思 大人小朋友都可以读的 那他现在他们就在想说呃 呃如果绘本把它念成有声书 国语的就是其实大家这个都很常见嘛 那但是呢台语版的可不可以呃把它制作出来 那会呃就是在小学里播放的话 它说不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呃就是呃 啊推广在地母语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就呃因为录音的设备方面 他就哎跟我们合作了 所以我也把这个作品今天带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好那他这个叫猫头鹰的夫梦森林 好我们现在就来分享这个画面 召喬头鹰的夫梦森林 阿~~~ 雕頭照的舞蹈像阿 由小熊老師撒催 土尼老師韋度 愛人躲在學的東林小學附近 為好門對山的走一堆 經過了人家的林鄉教 唯中教的土手邊走起來就是愛人家的刀 家裡有一個大片的跪跡橫 在那裡有很多人家唱 四口冷凍都是穿上的跪跡橫 聽說山心就躲在裡面 噢!噢! 一聲!不行! 在山裡面突然會突然 一聲好,一聲筋 好像一聲有在那跪跡橫 跳不停 愛人決定跳到面前 順著聲音的吼勇 走過去 順著聲音的吼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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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苦情風 拉利是我 滿太低 阿英是我 同英富 阿富極也是我 同英富 靠北是我 林小林 靠北也是我 靠長驚光靜就對了 耶! 拉起來啦! 感謝馬老師來跟大家分享 有生書 繪本有生書 這個在YouTube上面 大家搜尋就可以看到了 由台中的同齡社區所繪本 然後變成了一個有生書 台語來念 鳥頭照的埔王森林 手拿 對呀 因為我們很慣用這些漢字 那漢字的一個用語的方式 它其實是比較 屬於書面語 所以其實我們在做這個有生書的時候 非常的 非常的辛苦 因為就是發現說 哎呀那個 因為它是以漢字的那個文 書面語的方式去寫 其實台語其實是 已經比較傾向是口語化的 是 所以有很多東西 你看到那個文字 文跟語言是有點對不上這樣 對對對 它有些時候像剛剛說 周遭一片 那你要怎麼講台語 詩字尾? 你這個就是直翻 他說詩口連啊 你剛剛沒有仔細聽 詩口連啊是比較白話文那種講法 對對對 這個當然就是說有不同的 不同地方可能在使用台語的習慣 可能會用不一樣 但是因為你是給小朋友聽嘛 所以它比較更傾向更口語化一些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面臨這種難關 就是它是那種書面語的文字 我們要把它變成台語 而且還要是更慣用的這種口語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 是先把這個繪本呢 大家用台語 先翻譯過一遍 對對對 就繪集起來 然後還有專家 就是我們會有請葉師在一旁指導說 大家說像這個那個森林究竟要怎麼唸 也是大家也是研究了半天 後來他們說把它講成就好了 對 就是會比森林更好 對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最後呢 就是聽說你們會參加10月21號 在彰化八卦山的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所舉辦的讚蝦112年 中台灣社區母語藝術節的活動 那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相關的這個活動內容 還有你們成果會在這邊來展出嗎 對不對 是的 這個活動呢 是在10月21號的這個早上10點多會開始 那就是我們總共有40個團隊 真的是還蠻豐富的 有各式各樣好像也有台語話劇 然後我們這個有聲書 還有我們的Podcast 好 那就在彰化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那邊 那它有一個室內的遊艺堂 下面還有台語推廣 下午會有台語推廣的一個論壇 那場外就是各個攤位 各個團隊會有一個闖關遊戲的設置 然後也有一些這個禮品 小禮品 然後歡迎這個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可以是禮拜六嘛 可以一起去參觀 然後闖關 然後順便還可以學學我們的母語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還蠻不錯的 親子的休閒娛樂 嗯 好 那我們今天在這邊呢 就是來邀請到了朝陽科技大學的 整個製作的團隊 傳播藝術系助理教授 馬力軍老師 還有大三的周韋哲 跟戴一薇兩位同學 跟大家來分享 你們用這個新媒體Podcast 然後呢 跟我們的長輩們 來做這樣的分享 還有也做了節目 也做了有聲書 那非常豐富的一個台語的這樣的一個 這叫傳承 或者是說一個精心的結果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謝謝我們幾位 來跟大家分享囉 嗯 謝謝大家 謝謝 再見 謝謝